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的《伟业化》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龙文梅平它的真伪 首先咱们还是要来看气形 有一些人在这说你天天在这讲气形讲气形 气形没关系废话 气形是辨别这个瓷器真伪和断代的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能不能天天要讲 一定要天天要讲气形 那么这件东西的气形 大家看问题出在哪里 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它的口唇 以及它的肩和胸部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口唇呢 它既不像是宣德时期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圆唇 又不像这种折颜的这种唇 它有一点做的似不像 另外呢 它的肩呢 过于平 然后到胸这过于丰满 这都是最主要的问题 再有呢 我们就是要看胎幼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现代房品 特别是低房 中房 甚至有一些号称高房的 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它的幼 白中泛黄 宣德时期呢 它是这个青白幼 或者是卵白幼 虽然它的这个幼比永乐时期白了一些 但是呢 依然还是属于青白幼和卵白幼为主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 大家仔细对比看就能看得出来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要看的就是青花的发色 宣德时期的青花呢 它还是用一些这个进口的苏玛丽青料 苏玛丽青的料 大家看发色浓艳 蓝中闪瘁 但是这个房品呢 大家看啊 它虽然是它仿 想要仿出那种所谓的流淌晕散 以及铁球斑 但是呢 它这种流淌和晕散都是极为不自然 另外它的青花的发色 也说蓝中泛灰 并没有苏玛丽青的那种 那么的这个浓艳那么漂亮 再有一点啊 就是它的文士布局和绘画上 那么这一件器物 它画的是什么 大家仔细看 它画的是海水龙纹 同时呢 它上半部又画的是海水火焰 是龙 火焰龙纹 这两个纹呢 是不会放在一起的 它是把这两种纹叠放在一起 这就暴露出来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且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 海水江崖 画的是极其死板 那个龙画的也是非常的死板 大家尤其是看这个龙的这个头发部分 这一看是一个这个化工并不是太好的人 因为在这个龙的头发部分 居然它有接笔的接风的部分 这是很可笑的 另外呢 我们就是要看它的圈足 大家仔细对比的来看 圈足 那么宣德时期的圈足呢 我可以看得出来 它使用的是这个麻仓土 麻仓土呢 是比较洁白细腻的 由于这个在宣德的时期的官窑呢 它这个土的陶灯呢 就已经比较细腻了 而且呢 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它的这个胎土出现的颜色 我在其他的视频都有讲过 我就不再赘述 大家去找一找 可以看一看 那而这个防品 大家看 首先它做出这么粗的 粗质烂造的东西 这不符合宣德官窑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形制 另外呢 它也出现了不该出现的火石红 火石红呢 应该是在太右结合处 它这个地方出现的火石红是 就是极为不自然的 那这个是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